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卡之前也看过很多部的警匪类型的犯罪片 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们一般都主打悬疑 而破局则是另辟西境 不玩烧脑 玩风格 黑色阴谋的警匪片 这是我从没见过的类型 有别于其他的影片 运用蒙太奇各种烧脑各种悬疑 在破局这部电影当中 大概的剧情都会被猜到 但又都猜不全 让人享受到高智商的喜悦的同时 还会有惊喜出现 这种电影呢 看起来既紧张又轻松 矛盾又可以接受 并且还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赶脚 老母病逝 高健祥驱车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 无奈竟碰见了人 卡卡觉得前半部分最大的看点就是 高健祥藏你尸体 当看到他给母亲棺材钉棺时 潜意识里就感觉他会将尸体藏在母亲的棺材里 但是这个过程呢 却是卡卡所没有想到的 而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假眼 一直都是很让人迷惑 直到陈昌明的出现呢 费尽心思想要这个被撞死的独眼人的尸体 卡卡猜测到陈昌明来找高健祥 可能是想要他给自己当卧底办事 却没想到呢 他竟然是最后的大boss心狠手辣 让人有惊又喜 在这里呢 卡卡想要强调的是 王千元的演技呢 确实好 在电影过去三分之一的时候呢 才以声音登场 银鞋阴险的眼神 无赖耍剑的表情 屁坏流气 却充满霸气与自信的身体动作 尤其是满条丝里却一听就 惹人厌遭人恨的挑衅声音 短短几场戏就精准的刻画出 陈昌明这个恶贯满盈 却令人生畏的恨角色 小恶见大恶 高健祥是小恶 而陈昌明就是大恶 王千元 生动的把握住了恶人的嘴脸 恨的人呢 真想背后抽刀宰了他 整部影片当中最高潮的戏份呢 那绝对是陈昌明 死后劫生 追到高健祥的家里来索命 不得不说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大boss 自己差点被炸死 还能问出 你也不心疼我的话 软弱的高健祥 在强大的大boss面前 就是小丑一样的存在 却又披着正义的外衣 让人无比期待他的崛起和逆袭 最终郭富城也终于不负众望 凭着自己的小聪明 终究让王千元 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还得到了王千元 留下的一斤库的钱 先说整部影片的结构严谨 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个大boss剧 比如陈昌明那不在现场 为什么却可以对高健祥 及同事在场的一举一动 了如指掌 并可以无比精确的 杀死了高健祥的同事 他也太神了吧 卡卡觉得整部影片 最让人感到好笑的 不是主角有多蠢 而是主角明明智商在线 一本正经 却合情合理的陷入的蠢局 做出了蠢事 我最讨厌别人摸我屁股 你以为 他就可以乱打人了吗 站住 别跑 走 难道牺牲才去转眼 沙头才去转眼 要为你留下泪来